直话直说 由卢军红台长为您主持 非常高兴和大家一起在空中一起做节目 今天是农历社五月初一 一般的初一十五菩萨都非常多 来关心我们 希望大家多多念经 多多吃素 初一十五要多吃素 多念经 好 那么我们来听一下听众朋友们的电话 喂你好 你好师傅你好 你好 给师傅请安 谢谢 给师傅请安 谢谢 师傅辛苦了 弟子今天有几个问题想请求开始以下 好 师傅稍等一下 请稍等 提那个同修问几个问题 有位同修曾经和父母一起修净土 现在 同修修心灵法门 但父母还是净土 最近他母亲得了脑穴疮很严重 甚至不吃东西 说要饿死 同修很是着急 为了孝顺 他给母亲做的是按净土的方法 去寺院 抄拔 供斋等 请问师傅 他这样如理如法吗 没问题 他完全可以这么做 只是说 他自己 他自己按照心灵法门就可以了 因为他妈妈是那个净土宗 他完全可以按照净土宗的方法 让妈妈这么做 完全如理如法的 那功课 功课就帮他妈妈多 他帮他妈妈念经 一个还是用心灵法门的方法 就是给他妈妈念大悲咒 念小房子 来帮助他消除业障 能够超脱他的过去所有的业障 就是这样 明白吗 好的师傅 他问的这里是 功课准题在什么样情况下 可以不用念了 修了四五年的师兄 念准题也不再求什么事情了 只是泛泛的和菩萨说 保佑每天提升境界 消除业障 去除心理的魔障 这样的话 如果功课不念 只在初一十五大日子念念可以吗 可以啊 好孩子啊 这个都是 已经境界上升到一定的地步 他已经不大愿意求了 因为你要知道 刚开始的时候 谁都愿意求嘛 很多人怎么会拜佛的 信佛的 就是开始求事情开始的 但是求到后来 他的境界提升了 他就不求了 对不对啊 提升境界了 很好 还有请师父解梦 同修在梦中感觉有些昏暗 自己站在一个碗里 同修不知道是自己缩小了 还是看见巨大的碗了 碗里面好像蔬菜和蘑菇 还有面条 他自己拿个巨大筷子 拨出大的面条 请师父开始 他严寿了 他在宇宙空间当中 他因为吃素 他已经严寿了 对 都是素的 没有条额固 很好 他还有问题 中国 普通人的上半身和腿 比例按照个人来说都差不多 都是看起来很协调 均匀的 但少数人腿特别长 或者特别短 比例不协调 这种人有怎样的 有怎样的因果导致的呢 有两种啊 有两种情况 有的人脖子还特别长呢 那你比方说你上辈子的因果 你比方说上辈子你是动物投胎的话 你这辈子你的身材就会有点像动物形状 是这样的 但是呢 一般的说 这个腿比较长的话总是比较好 因为腿长的话呢 并不代表他不好看 因为腿长就是比较好看 但是呢 但是又不能说腿长的太长的话 这什么形象啊 你说两根筷子上面顶一颗红枣 那就形象 那也不好看的 对不对啊 最主要是协调 所以学佛也是的 心理要协调 心佛合一啊 平衡啊 这个都是对的 凡是跟人家稍微有点过分 不一样的话 那长得五短三粗啊 说怪怪的形象 这个一般呢 有两种情况 一般很多呢 从过去玄学上讲起来 就是很多的精 比方说啊 什么精什么精 转世的 但是这种人呢 特别聪明 你去看很多有特别有才华的人 他都长得跟人家正常人不一样 这可能是阿修罗道的 或者什么精啊 转化的 明白了吗 明白明白 还有就是 同修以前念超度 打胎孩子的小房子 晚上梦到单位的身边同事 年轻同事A 怀孕了 同修做过两次这个梦 分别是同事A和B 先后怀孕 现实生活中 两位同事现在都已生下孩子 请问是不是同修成功的 超度了两个打胎孩子 分别进入了两位同事肚子里 两个打胎孩子成功投胎了呢 这个是两个同修 两个同事正在生孩子吗 已经生完孩子 生完孩子啊 刚刚生完是吧 是 那有可能的 如果因为在在那个整个的玄学当中 或者在那个佛法当中 就是说我们人个人的感情 就是在自己的朋友啊 圈啊 和亲戚当中圈子当中转来转去的 明白吧 是 所以就是说 他这个同修可能就是他上辈子的亲人 所以他的孩子到他肚子里再生出来 再来还债 或者再来讨债 那很正常的 完全有这个可能的 明白吧 明白 下一个问题是 有位同修的丈夫单位派去外地出差 自己拿钱垫上住宿费用 单位说要他以后拿报销的票子留着 然后以后给他 他就可以给丈夫拿单位报销了 请问师傅这样如理如法吗 没听懂 怎么讲 有位同修的丈夫单位派去外地出差 自己拿钱垫上住宿费用 单位说要他以后拿报销的票子留着 然后给他 他就可以给丈夫拿单位报销了 请问这样如理如法 是啊 他是他用了 为单位用了 为什么不能报销呢 完全可以报销的 如理如法的 好的好的 另一位同修的问题 高一学生晚上有时候说害怕 让妈妈陪一会儿再陪一会儿 他睡着再走 是身上有邀请者还是房子邀请者 大约多少张小房子 啊 这个是有问题的 如果一个小孩子小时候了 说妈妈妈妈你不要走 我跟妈妈一起睡觉 等到小孩子睡着了妈妈再走 这孩子一定感觉到房间里有阴气了 有的孩子就看见了就哭了 就这样的 高一的孩子 他不确定是身上邀请者 还是说房子的 对 这个就很难说了 一般的像这种情况 你告诉他 一般的都是房子的邀请者 嗯 好 初三男孩一直暗恋一个女孩 不能安心学习 喜欢追星 唱歌 打扮 妈妈应该为孩子念心经和解节咒 怎么祈求多少遍 对孩子呢 实际上这种事情都会有过程的 每个人年轻的时候都有会追星的一种梦 但是随着时间的转移 随着孩子的长大 智商的健全 心得的成熟 心智成熟之后 人对追星的会慢慢慢慢的淡下来 你去看哪有几个老伯伯追星的 都是年轻人在追星啊 对不对啊 所以这就说明他的 这个智商还没到一定的时候 心智还没有完全成熟 所以他才会追星 实际上从道理上来讲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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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般的上点年纪的话 他对明星的话 也就是看一看 觉得啊 哎呀 真有成绩 哎呀 真有成果啊 真的 那笑笑就好了 哪会就迷得了 痴迷得这样 只有年轻的孩子才会这样 明白吗 那师傅用不用给这两个孩子用 他问用不用念化解冤结的小房子 应该 应该 我觉得应该 念一点化解冤结的小房子 对他有好处的 嗯 好 那他的下一个问题 小房子点点 从下往上点 地基稳固 那自修经文点点 是从上往下 还是相反呢 自修经文是啊 嗯 还是说从左往右 这样 自修经文都随缘 我是觉得没有 没有什么问题的 自修经文呢 你画画点也没问题 师傅念礼服的时候 我记录的时候是 点一点一个 然后呢 空一个 我再点一个 再空一个 然后这样的话呢 你就把空格填满了 你的心 心里就觉得很踏实 你看我念了很多 好像我念了很多 对对对 嗯 好了 明白师傅 师傅 呃 我们平时做功课时 给您助念大悲咒 是祈求菩萨保佑您 法体安康 呃 助世弘法顺利 那给您念 自修经文大悲咒 和给您念 自存小房子时 能否说我某某某 现在念 自存小房子经文 请观世音菩萨 慈悲 把这张小房子送给 卢君洪台长 请观音菩萨保佑 卢台长 法体安康 红法顺利 然后开念 点点 还是直接以念 自存小房子的形式来念呢 应该就是说 有所值比较好吧 嗯 比方说 你帮台长念的 就是台长非常开心 卡恩塔 对不对啊 就比较好一点 如果 如果你纯粹的就是 好像 就像念念功课一样 那情况稍微有些不一样 嗯 明白吗 嗯 嗯 嗯 就是说 总的来讲的意思 就是告诉你们 就是说 帮人家念要诚心 我在这里 我再透露一个情况 给你听 台长 每天 烧一张 大房子 大家给我念的 有时候 一张大房子烧下去 台长 这个精神非常好 那也是很开心 大家给我助援 但是有的小房子烧下去 哈哈 台长做噩梦啊 哈哈 哦 现在知道了吧 所以 就说 所以就是这个问题 所以有的人 帮台长念小房子 他念的那种大房子 他这个大背道 他念的不好啊 他偷工减少 适得其法 啊 你这个 就是说需要 我们的这个质量 对啊 你说 你说台长不化掉 他这种 这台长的这种 这种热情 台长 啊 把他小房子 化 化下去了 对不对啊 对不起 明白吗 这也是好 化下去之后呢 他身上的冤结来找我了 你说说看 这你到底是帮我 还是在害我 我都不知道 所以 是的 是的 嗯 台长 现在不大敢烧 有时候 那个 化掉那个 那个 有些 不认识的佛友 给我念的那些 明白 明白 嗯 师父一定保重身体 刚从法会 回来 然后 可能是七月份开始 八月份又开始有 下一波的法会了 法会非常多 嗯 谢谢 刚刚从布里斯本 法会回来 嗯 是的 是的 嗯 师父 九十多岁的老人 晚上睡觉 做梦两次 睡到半夜 找他的孩子 那这个需要给他的孩子 呃 念打胎的孩子的 这个这个 要 小房子 其实这有个物比 很多人以为年纪大了 好像就不要操作 自己打胎孩子 一样 更需要 啊 更需要 一般是二十一张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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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网上 呃 说还有就是 呃 比如说一个人经常的呃 腹泻 就是从小开始就是 呃 呃 经常的这个 从小就疲软 腹泻 然后总泻洋气 就是藏不住洋气 或者说是经常一枪一精啊 等等等等 这些 这有什么的 跟前世有关系吗 还是有关系啊 绝对有关系 就是说第一 意志不坚强的人 啊 容易腹泻 他阴气比较重 他 你去 你去看好了 凡是经常 足以一回一个 换来换去的 那这种人的话 他就 非常非常的 女人化 啊 你去看人家说 有一个 有一句话叫 女人善变嘛 对不对啊 因为属阴的容易变 属阳的不容易变 这倒是真的 在阴阳八卦当中 也是这么 说要调和 啊 啊 我就 我就问你一个 人家说 山呢 山是阳嘛 属阳的 水是属阴嘛 所以山水嘛 我问你水是不是在变呢 水不会动啊 潮涨潮落 啊 水一直在流淌的 他就在变嘛 山动不动啊 他不动的呀 山不动 所以 所以就是说 一个男人 如果善变的话 他的阴气就比较重 他的肠胃会不好 而且呢 他会可能会 啊 早歇啦 或者经常的梦遗啦 像这些东西 实际上跟他的 心态 性格都非常有关系 啊 你非常喜欢 喜欢一个女个性啊 或者你非常 啊 这这这 那个那个 一般的男的就说 我 他也不会跟我好 不要嘛就不要了 那就不可能 追得到的事情 他就不去想他了 但是呢 那些性格带路 柔 柔 非常柔情的 有感情的男的 他就会一直想啊 想啊 那想到后来 就会生理上出现一些反应 明白吗 是的 就比较优辱寡断 对对对 就是这样 明白了师父 呃 还有就是 这个 家里佛台 有心灵法门之外的 这个佛像 呃就是有的时候 总担心是 进去灵性 怎么怎么辨别 有没有灵性 想请下来 呃又怕不好 就是说 即使七七七的话 也怕就是 不太好 呃不请下来呢 又怕灵性 影响 每日的这个功课 有的时候怕 就是比如说 读心经和 网上咒的时候 就是怕里边有灵性 不好 这个怎么办 怎么判定这些佛像 进没进去灵性 其实 没做过什么梦 其实很简单 没做过什么梦 如果你害怕啊 这个你外面请的这个佛像 有没有灵性 我告诉你 已经有灵性 嗯 听得懂吗 因为担心 不是担心出来的 啊 数有跟谁有缘 任何人的啊 灵感当中出现些东西 对他对一个 从心理学上来讲 很多医生早就判定了 当你心中产生了这种思维的时候 你心里的啊 内生成的意识当中 已经产生了这方面的啊 这个对你的心理影响的那种因素了 嗯 这就是说 为什么很多人说 我老怕 老怕 老怕 你就怕到后来真的会出事啊 嗯 啊 对不对啊 师傅呢 就是说处理的话 就是说 我的意思 处理的话 七七七可以吧 对 我的意思就是 你要处理的话 你觉得二十一章不够 你就念四十九章 哦 需要小房子是吗 啊 哦 单纯的七七七 就是说七七 不行了 这个不行了 这个小的了 一定要小房子的 明白 小房子给了之后 他就请下来 因为你要心里想请下来的不是菩萨 是某一位仙 或者某一位神 或者某一位灵性 给他们念点小房子 如果你真的觉得这个菩萨一直保佑你的话 你可以另外再供一个小一点的地方 你不要跟那佛放在一起供 你可能心里也会会很舒服的 对对对 明白了吗 明白明白 就是我们 咱们心里我们心灵法门的这个 最好还是说 指示 供 心灵法门 这些 这几位菩萨 如果你心中没有芥蒂 那就没关系 如果你心中已经有芥蒂了 觉得哎呀 另外菩萨功德上面不好 哎呀 会不会灵性进去 你一定要请下来 嗯 明白 嗯 还有时候就是 呃 确定一下 然后 再确定一下 就是往生咒和解节咒 都不能 一直的念四十九 对吗 对 往生咒和解节咒 再减少 对对对 不能 这个往生咒不能一直念四十九的 嗯 的确会 啊 会念到一定的时候 会有一些 有一些你前世啊 或者别人身上的东西 会到你身上来的 嗯 或者激活 啊 就是这样 啊 师父呢 帮别人悲夜 是否会使那个人 真的就 呃 就是消夜 或者消灾了呢 会啊 会啊 帮人家备夜 当然会 消掉他很多的业障的 举个简单例子 他比方说 欠人家债 就是帮人 对不对啊 他欠人家 啊 十万块钱 这个时候 这个时候你跑过来说 来来来 啊 你们 来 两万块钱 我先替他还吧 那些 那些债主都跑过去问他要了 我问你这个时候 他是不是消夜了 是的 是的 啊 就这么简单 嗯 那就比如说帮家人念这个消灾的 这个消防 呃 消灾的自修经文 消灾的自修经文 不要 这些气感应 那是一种自然现象 嗯 明白吗 它是你念到一定的时候 它就会见上气场了 不是你求来的 就像福一样的 很多人我求福求福 不是求来的 是你本来命中有福 你一求之后 它就很自然的出来了 你不求的话呢 它不一定出来 这是有真的 嗯 嗯 还有就是 师父感觉 就是很多人感觉 结婚是人生的一个 又一个阶段 就是或者说分水岭 比如说婚前 这种就是邪淫的界定 不是太清楚 但是婚后 就是说如果 很多人要 如果再乱来的话 就非常明显了 是吗 师父 就是结婚一个分水岭 因为你没结婚之前呢 你可以说 啊 像现在年轻人说 哎呀 我这个跟他性格不合 或者你跟他有发生一些关系 对不对啊 那至少说是 你一个跟一个 而且你 如果你跟两个三个 那已经算邪淫了 对不对啊 但是你结了婚之后呢 那你已经有老婆了 你跟任何一个女人 发生关系 就叫邪淫了 嗯 就是这个概念 是的 所以就是说 一定要 很多男的 比方说 谈了五个 在谈五个当中 你都是一个女的 没有同时进行两个 那你不算邪淫 对不对啊 因为你是一本正经谈的 我想跟他结婚做老婆了 对不对啊 但是你 如果你这个结了婚之后 你跟这个老婆 你定了 你如果还跟外面 哪怕有一点点 约个会了 老喝杯咖啡了 去谈谈心了 那已经是不对了 嗯 嗯 那有的 有的同学有两年 前两年 就是说看对象 或者是处对象时 就是好几个对象 都是处的比较好 处的好好的 到谈婚论嫁的时候 总是因为各种的原因 阻碍导致两人没有走下去 或者因为其他的恶缘 阻拦导致没有走下去 直到他真正结婚 那结婚 在结婚前 也就工作 又出现了一些关节 导致不能去工作上班 这是怎么回事呢 师父 这很简单了 如果你 欠感情运 欠的太多了 对不对啊 你过去 相处的女朋友 你比方说跟人家 成训玩玩 你并不是真心想娶人家的 那这些在你的八十田中 都种下不好的果了呀 因种下去了呀 所以你就算真实结婚了 对不对啊 那你很多的恶果到时候会出来 就让你的工作不顺利 让你的感情也不顺利 我已经碰见好几个了 很多的佛友就是这样的嘛 对不对呀 你们在报纸上也看见的呀 对不对呀 比方说这个男的整天跟人家谈啊谈啊谈 谈到最后跟那个女的结婚的时候 冲过来的女的也穿着婚纱 大闹婚礼 你看过这新闻吗 很多很多 结果两个穿婚纱的在那里搞啊搞啊 打起来咯 是就搞砸了就 就是因为为什么 这就是你的阴呀 阴已经照下去了呀 明白吗 明白明白 这个应该怎么补救呢师傅 这个补救就是浅心念经 就是真诚的忏悔 忏悔就是最重要 忏悔就是要改正 如果你真诚的忏悔 实实在在的把自己的心要改变过来 那你就成功了 跟人家说对不起呀 跟菩萨说我做错了过去 慢慢的你的事业才会顺利 所以我经常 台大经常跟大家讲 你想念经念的顺利 想事业顺利 你首先要忏悔呀 你不忏悔 你怎么可能有新的好的东西来呢 你欠人家这么多钱 你怎么可能会有钱呢 好了 是的师傅 今天的问题也就是这么多 那么请师傅说说我可以吗 讲讲我注意该注意些 我觉得你已经比前一阵子好很多了 你的气场让我感应过来 不容易的 我台上能够感应到气场 因为你这孩子人很正 你呢对自己呢 尤其对自己过去做过的错 你一直在深深的在忏悔 台长就希望你一句话 就是要记住 经常要想想自己做错的事情 你才不会再做错 如果你不经常想到的话 你可能以后碰到这个环境了 你可能还会做错 是 我讲话听得懂吗 台长的话 你自己心里最明白 不能不能这个这个 重逃覆辙的 听得懂吗 的确是 师傅的话我永远记着 你要记着 师傅跟你讲的都是 掏心掏肺的话 因为因为我们是人啊 他会有反复的 明白了吗 资质力 真的人其实想改一些东西太难了 太难了 这真的 真的 所以人家有些人改不了毛病 被人家骂了 就是什么改 改不了什么吃什么呀 对不对啊 师傅今年我也参加这个 这个澳门法会了 也是法系充满啊 是的 感觉非常殊胜 尤其咱们今年的这个新书 比如说像那个新年法门 中国梦 这个小房子念诵指南 还有宿佛台 对 很正能量 非常正能量 非常好 好吧 好的好的 多保重 解除了大家的新生 这本这一本书 是吧 非常好 真的特别殊胜 好 期待有缘再参加 再参加师傅的 好 其他的法会以后 好的 师傅你保重身体 师傅 多保重 这是我们大家的新生 好 谢谢 好的 好的师傅 再见 感恩菩萨 感恩师傅 再见 好 听众朋友们 那么 这个自画自说节目呢 到这儿结束了 非常感谢 听众朋友们收听 好